刚刚在这边呢,我突然发现 这里好多河螺 还有小鱼 这个田螺 是不是可以给它弄起来炒 可以装一盘吧 这个吃了应该不长碰吧 小鱼,抓两条起来 放在我的肝里面 我晚上要吃肉 我要吃肉 好多螺 而且这个应该也比较容易清洗 目前已经有这么多了 够一盘了 是不是还要多弄一点 这边还有很多 但要换鞋 换鞋过后下去弄 姐妹 你这里有时间吗 怎么样 我们小伙伴穿组装 用WiFi 用抖鞋 那我们拍火情细 那我给你们拍是吧 拍了火情细 几点啊 你说几点有时间是几点多吗 哦 你到时候叫我吗 阿姨你是什么足啊 有吗 我们是迷走 十点钟 你有时间吗 可以啊 你到时候叫我吗 好 现在运动时间坚持的越来越短了 坚持不下去了 累得慌 看看我的铁锣 好像有点不太够 我准备等一会儿要不要再去弄一点 这个还不够一盘吧 应该要给它撒点盐 让它把这些粘的吐出来 哇好脏啊天哪 怎么这么脏 这也太脏了吧 好吧这盘是泡好的 这一盘是新捞的 看一下 这也太脏了吧 现在呢我们来说说一个房车的 这么大 特别困难的问题 要如何解决 就这蚊虫 一开门 它这些 从就跟着你开门的时候 全部进来了 我现在车上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 就巴满了的 特别恐怖 这些如果是用 灭纹的话 一时间也灭不了 全部都是 这个问题到底应该要如何解决呢 我弄了一个这个 可是我觉得不是解决方案 看一下这上面 哇哦 满满的 今天晚上要跟这些虫子尸体做伴了 这些小虫子 它巴在上面 你剪 它就全部粘在被子上面 又不知道怎么弄 好烦 这会儿饿得已经头昏眼花了 我在忍着 忍着 我感觉我的减肥方式真的不太对 不能这样减肥 反而早上起不来 就因为没力气 运动过猛了 然后第二天 感觉浑身的腰身被疼 不想起 然后吃 没吃够 就感觉有点 可能是低血痰的反应 一运动 刚开始一动起来 就是感觉有一股力量 直冲头顶 还是要解决方式方法 明天再调整一下吧 还是得适当的吃 就今天这一个晚餐 主要是这样算下来 我早餐因为没吃 今天没起来 就吃了两顿 不行 反正就是不能这样 这样下去的话 身体 肥没减下去 身体垮掉了 明天再研究一下 具体方案再带调整 好吧 你们有什么 更好的减肥方案吗 可以分享给我们 就是能够健康 正常的减肥 不要像我这样自虐似的 好了 今天晚上时间不早了 洗手睡觉 好啊 好啊 睡觉 好啊 我说 好啊 感谢观看